《書名,我所讀過的時光》 周有光百年口索作者 周有光葉蘇 五百九十二頁出版社 中文大學出版社定價 港幣一百九十元八折 請來臨我們的小書店 河東夫人堂 五巡節會留高座則 參觀選購 或使用訂購表格HTTP 母號雙斜線Q.GL 斜線大合上帝把我忘記了 把我遺忘在世上了 感謝上帝 讓我在這個年紀環有一個清晰的頭腦和思考能力 雖然我對個人生與死早已淡薄 但我所記憶的歷史環在前行 周有光周有光 原名周耀平 1906年生於江修上周 是中國著名的語言文字學家1950年代曾參加並主持議定漢語拼音方案 在其主導下建立了影響整個華人世界的漢語拼音系統 被譽為漢語拼音之父如今已年如百歲 仍然思為清晰敏直 不斷有身著民勢被有人氣稱為四朝元老的周有光 經歷了清末 北洋政府、國民黨政府、中華人民共和國幾個時代 見證著近百年的社會變遷本書 是周有光從未發表的最完整的回憶作品 文字記錄完以周有光 1996年至1997年期間 與有人、家人持續一年左右時間的長談錄音材料作品 從自己的家庭淵源開始談起 細數清末至今日之歷史演變 以現場親歷者的身份 透過敏感的眼光和超強的個人記憶 講述包括抗日戰爭、太平洋戰爭、文字改革 大躍進、人民公社、文化大革命 五七幹校、尼克遜訪華、唐山大地震、改革開放、香港回歸問題等 200年中國歷史的關鍵時刻及其對個人、社會的深刻影響內容覆蓋家庭、教育、國家、社會、戰爭、經濟、文化、愛情、晚年生活等方面 其中涉及到中國歷史上有影響力的中外人額接近200位 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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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